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黎春 我們今期調查的內容主角就是和大家日常飲食息息相關 甚至大家都很喜歡吃的雞蛋 今天你只要打開電腦,進入這個網站,搜索雞蛋這兩個字 就有很多關於它的傳言 有人說雞蛋,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假的雞蛋出現 甚至也有人說現在的雞蛋加這個功能性飲品可以令到你人保診 也有人說煮雞蛋可以去除我們體內的濕皮 甚至有家庭觀眾打電話給我們諮詢一下 如何分辨市面上的雞蛋新不新鮮 當然,我們展開調查之前 都歡迎各位家庭觀眾可以參與我們今期的有搶競猜環節 本期的題目是 節目中從市場上隨機購買的雞蛋,哪種是有三門試菌的呢? A. 飼料雞蛋 B. 土雞蛋 C. 品牌雞蛋 D. 三種雞蛋都含有 好,事不宜遲,我立即去調查吧 我身處的地方就是看到我後面有人造雞蛋100元一個 其實我們今天做一個實驗就是看看街坊的 100元一個人造雞蛋他們敢不敢買 其實我們身後的雞蛋就不是人造的 我們在街市上買回來,是人造雞蛋而已 所以我們找街坊看看他們到底反應是怎樣的 如果是人造雞蛋,可以100元一隻 為甚麼?那免費呢? 免費的,肯定不會買 為什麼可以買人造雞蛋? 一元我也不要了 什麼都不要,對,不敢吃 真的是人造雞蛋? 這位是真的,你覺得呢? 我覺得很像 你覺得呢? 你們分不清楚,是否是新鮮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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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死神 是,是沒辦法 這個… 這是光學 我相信 我贊成一種雞蛋 經過我們剛才的測試 一些街坊 經過我們的地坑 這些地坦 質疑了他們 100元一隻人做雞蛋 他們會不會買 很多市民都會覺得 不快、很危險 而且很貴 而且不知道是否值得 對人在危害 他們也會有所擔心 接下來我們 免費鬆 看看各位市民 有沒有興趣 可以拿一拿我們所謂的 人造雞蛋 當然 其實我們是用真雞蛋 來模仿人造雞蛋送給他們 看看我們給我們反映 人造雞蛋免費送 人造雞蛋免費送 行過路過千萬別錯過 人造雞蛋免費送 美姐過來看看 叔叔過來看看 叔叔 人造雞蛋免費送 不讓你不要嗎 叔叔 我沒有人造雞蛋 這樣吃才搞人 吃東西 送給我也不要 我肯定能夠吃 但這個肯定沒有人造雞蛋 為甚麼 我不相信 你認為現在市場上 存不存在人造雞蛋 暫時還沒見到 我認為都是人造雞蛋 有些甚麼不同 有 這隻是小雞蛋 這隻小雞蛋 這隻小雞蛋 一定是見的 你自己感覺到 通過和觀眾的互動 有些街坊認為 我們買的是假雞蛋 而且說市場上 真的很多假雞蛋在賣 而另一部分街坊 就認為我們買的是真雞蛋 雖然我們跟街坊 互動的是真雞蛋 但網上不少人表示 假雞蛋流入市場 並且新聞也有報導 雞蛋真假AX市 不單止新聞報道有說 現在市面上 有人造雞蛋售賣 而網上甚至有人 開培訓班出來 教你怎麼做 一個人造雞蛋 而且還有教材等等 這些很齊全的 到底有甚麼情況 我們立即打給一個 去了解一下情況 調查員打電話過去 但是電話無人接 於是調查員 抹打了這個機構的財務電話 會不會有人接聽呢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你們 這邊是不是有 人造雞蛋的技術 對 對 技術資料 多少錢啊 怎麼賣 資料是200元以後 現在整個的通常工藝 配方各種材料 然後要用電單 一定都有 就看了那個視頻 然後我們就可以 搞這個雞蛋出來嗎 對 那裡面 一實力去做就可以了 造出來一些能吃的嗎 啊 人也能吃啊 很多人都有賣 賣這個雞蛋 但是你們這邊 是用甚麼去教我們做的 用甚麼吧 那裡面幫忙有很多種 你可以先看一下公路 這個機構的財務表示 確實有人造雞蛋的技術 光盤售賣 但是當問到有具體是用甚麼製作的時候 財務一路都說 你自己看吧 平時是吸了電話的 隨後調查員在網上查詢 關於人造雞蛋的相關訊息 網友表示 其實人造雞蛋是用海草酸鴨 食用明膠 檸檬黃 綠化鈣等食品添加劑製作平成的 於是調查員就買回這些添加劑過來 好了 這些食品添加 到底是否可以製作人造雞蛋呢 接下來會再實驗按照網上 所流傳出來的製作一個工序 去進行這個人造雞蛋的製作 我也很期待 因為人有好奇之心 雖然是甚麼好東西 但是如果有機會讓我試一試 真的製作到的也沒有說不好玩 接下來我們馬上再實驗 看看會成功 於是調查員將海草酸鴨 食用明膠和水混合 調混成為營膠狀作為蛋清的原料 將同樣的材料加入檸檬黃作為蛋黃的原料 好了 在我面前已經是剛才經過這個 添加了食品添加劑之後 形成的一個蛋清和蛋黃 好了 在這個右手的兩倍就是 而我左手就是 雞蛋 這個蛋清和蛋黃 我們現在先看看蛋清的對比 這是食品添加劑製造而成的人造蛋的蛋清 和這個天然蛋清的顏色差 當然有出入了 另外蛋黃的對比 可以看到其實顏色上面的食叉 都大致上是相同的 但是只不過在這個很大的區域就是 天然的蛋黃是非常有凝固性 而我剛才所添加了這個食品添加劑的這個蛋黃 所製造出來的人造大的蛋黃 就有少少的凝固性不是那麼強 所以它的出入都比較大 接著調查月開始製作蛋黃 將開始準備的蛋黃原料 倒入製作的模具當中 放到綠化鈣調製的水裡面 輕火模具 蛋黃出現薄膜就宣告完成了 接下來我會把這個蛋清 倒入這個 好像雞蛋的形狀的名氣裡面 放在裡面 然後我會蓋上它 我再 這個已經是準備了一個洞 將它裡面的空間 用這個蛋清 倒入它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這個發蓋裡面 繼續防洞 調查員合成了雞蛋之後 發現了一個問題 合成的雞蛋 和市場上的雞蛋相差很大 通過誓業網明白一個道理 賺錢真的很艱難 做哪一行都不容易 也就是說 市面上做一隻假雞蛋 都那麼困難 那麼艱難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假雞蛋存在 還是另有貓利 我們從這種技術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是可以利用這些食品的食用膠 然後一些色素 把它做出類似於雞蛋形狀的 這樣的物質 它可以像雞蛋 但是呢 真正跟雞蛋之間 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那譬如說我們真的雞蛋的這個外殼 它上面是有一定的氣孔 因為雞蛋它本身是需要呼吸的 但是如果人造雞蛋 我們就說它拿碳酸鈣 拿石膏做的這種殼上面 是完全找不到任何氣孔的 那我們的人造雞蛋呢 如果光看它的這些製造的這些過程 它需要用到各種的食品膠 各種的香精色素 國家是不允許工業化大型生產 這種人造的雞蛋的 那麼對於小作坊來說的話 如果它要造這樣的人造雞蛋 它需要購買大量的化工原料 它的這個成本還是蠻高的 所以我們在市面上 其實很難見到人造雞蛋 經過我們調查 終於明白到人造雞蛋這件事是假的 而且在市面上 大家千萬千萬要注意 只不過有些人居心可測 想賺快錢 這個是真的 大家想想 沒有專門的生產線 當然國家是明令禁止 不可以這樣做 單靠人力物力 那麼製作可以做到一個假雞蛋 是多麼浪費成本的事情出來 甚至做了出來 不知道賣不賣到 那倒不如我買幾隻雞回來 它自己生的蛋出來 是不是更快 雖然我們知道了 市場上很難存在人造雞蛋 但是廣州天台一位女士 在我們製作本期節目 那時候打電話過來 表示 就算市場是沒有人造雞蛋 但是真雞蛋自己買的時候 都不放心 怎樣區別雞蛋新鮮 只是不新鮮呢 如果雞蛋它一旦發臭了 是已經受到了微生物的感染 那麼這樣發臭的雞蛋 釋放置時間太久的雞蛋的話 我們建議大家還是不要再去使用了 這種雞蛋對身體沒有任何的好處 好了 經過我們剛剛的調查 原來吃了不新鮮的雞蛋 是對於我們的身體健康有一定危害的 那麼當然了 現在市面上的雞蛋 又是不是真的新鮮的呢 雖然我們剛剛在採訪當中 很多市民都紛紛表示 不知怎樣分辨雞蛋新鮮和不新鮮 但有網友表示 雞蛋放得越來的話 雞蛋當中的沙門細菌就會越多了 沙門細菌 人類食物中毒的主要病源之一 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 由沙門細菌引起的已確診的人類患病人數顯著增加 而在我國的內陸地區 由沙門細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旅居首位 在我國細菌性食物中毒當中 有70%至80%是由沙門細菌引起的 好了 現在我面前 就明明是有三種雞蛋 是我們剛剛在市面上買回來的 分別就是這個土雞蛋 已經標誌著了 另外就是一般飼料養的雞蛋 另外就是一個品牌雞蛋 當然它有保值期和出廠日期 好了 我們這些雞蛋什麼用呢 就是用來檢測一下 它到底新不新鮮 還有雞蛋裏面的細菌 就是這個三文士菌 是有多少 我們馬上示篇前 去檢測一下 通過檢測 土雞蛋的三文士菌 是5個每立方尼米 而飼料雞蛋中的三文士菌 是4個每立方尼米 品牌雞蛋當中的三文士菌 是7個每立方尼米 通過檢測 我們知道了 無論品牌雞蛋還是一般的雞蛋 或多或少都有這個三文士菌 為了我們的安全 我們應該怎樣分別 雞蛋新鮮還是不新鮮的呢 從雞蛋的角度來說 它的新鮮程度 我們還是用傳統的一些方法 那比如說 拿雞蛋來晃動的時候 它有輕微的晃動感 那麼這種情況下 意味著它不是放的時間太長 還有一個方法來 可能是用燈光照 那麼燈光照下的時候 蛋殼是透明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見 蛋黃的分布情況 新鮮的情況下的話 它雞蛋的蛋黃 基本上是分布在中間 或者是靠近中間的地方 而且它周圍的話 沒有凝固點 那麼基本上是一個 相對透明的一個狀態 那麼這代表 雞蛋是比較新鮮的狀態 好了 一句說完了 如果大家在市面上 買雞蛋的時候 一定要細心注意觀察 避免買到一些 不是很新鮮的雞蛋 當然啦 如果你買了雞蛋回去之後 一定要記得放進冰箱去保存 前面我們為大家調查了 市場上面 是不是真的存在 假雞蛋的傳言 以及雞蛋新鮮度的問題 結果顯示 市場上面存在 假雞蛋是假的 為了通過這種方法 騙錢是真的 雖然沒有假雞蛋 但是我們需要關心 雞蛋的新鮮度 你喝這什麼東西啊 這哪是給我喝的 我專門給你調的 你不是剛過來嗎 怎麼你酒醉重逢聖心花 我怕你不勝虛呢 那跟雞蛋有什麼關係 這哪是健康的雞蛋呢 你看我剛加了這個功能飲料 網上都說 我加了功能飲料的雞蛋 這能壯陽不勝 真適合你 來 喝 補腎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在一區網上 有很多網友 甚至有很多文章都說到 功能性飲料 我加了這個雞蛋 可以補腎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馬上了解 通過前面的檢測 我們知道 生雞蛋裏面 可能含有三門士菌之類的細菌 那難道功能飲料 可以殺死這些細菌 還要達到補腎的作用 如果是從它的營養成分的角度來說 它是完全做不到這個功能的 那麼可能有的人覺得生好 是不是因為吃了東西以後 去拿尿的量多了 排水的速度好了 我們生好了 實際上這個物體呢 不是因為雞蛋和這個功能飲料相加 而是因為這個功能飲料 所以它的營養成分 或者是說它沒有任何新的營養物質產生 所以它對性功能沒有很特別的影響 雞蛋加功能性的營養物質 是不可以補腎的 但既然大家關心補腎 那假如神虛的話 又有著甚麼階害呢 其實我們所說的腎細呢 實際上跟中間裡面的腎細 還是有所區別的 那麼我們所說的腎細 一般來說有腎功能的損害 那麼這種情況下 影響到我們身體的健康狀況 所以如果有腎功能損害的情況下 那麼就意味著我們這個蛋白質 就是我們身體裡面代謝的一些 更新的一些產物 產物以後造成一些廢棄的物品 那麼這些東西 都要通過腎物力或排除 那麼如果有腎功能的損害 意味著這些廢物排除的功能不差 那麼這種情況下 就會造成廢物越積越多 就直接可以危機生命 通過專家的解讀我們知道 腎虛可能導致體內毒素無法排出 從而危害身體健康 那麼生活當中我們需要注意些什麼 來防止腎虛呢 對於腎功能損害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擔心的一個問題 實際上來說是食物種類的問題 那麼腎本身對我們的蛋白質排泄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排泄途徑 如果是有腎功能損害 我們一定要注意蛋白質的食物的重量 那麼不管是植物蛋白或是動物蛋白 都是我們限制的範圍 一個高蛋白的食物我們要控制它 而第二個就是太鹹的食物 也就是說高辣的食物我們一定要注意 吃的東西越鹹 辣的含量越高 越容易造成我們的水 身體的水和辣的主流 也就是說更排不出去 通過專家的分析我們終於明白到 功能性飲料沖這個生雞蛋 這個保腎的作用其實是漏熱全然 而且如果你用這個方式飲 生雞蛋裡面含有的細菌和致病鬼都會很多 所以會令到我們身體造成一定的危害 所以大家千萬千萬記得不要這樣做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現在有很多網友在網上也都表示 主塑雞蛋可以幫助我們去除濕氣 到底是真還是假的呢 最近很多網友都表示 煮熟的雞蛋可以去除濕氣 而且表示有圖有真相 用煮雞蛋去擦自己的臉之後 抹去雞蛋 可以看到蛋黃上面有很多點點 網友表示這些點點 柴油體內的濕氣 傳說中就說 在我們面上撈一滴 之後用雞蛋就會出現一點點的情況 今天我們來做個實驗 看看到底是否有什麼情況 首先我身邊有些自然者 蜜蜜 還有我手上的感覺 雞蛋已經煮熟了 我們馬上摸開它 在蜜蜜的面上撈一圈之後 看看雞蛋裡面的蛋黃上面 有沒有一點點的情況出現了 開始了 把這個摸好的雞蛋給我的蜜蜜 打麻 交給人 完成了嗎? 好 調查完撥開雞蛋網 看到雞蛋網上面真的有細細的凸起點產生 那我們如果有一層保鮮膜在外面 包住它 到底會不會有一點點黑色的出現呢? 我們去試不及前 再試一試 好,這個時間交給你了 好,現在看到了 我們剛才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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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這個時間 也要揭開它 看看裡面有沒有黑色的一點點 通過觀察 就算是用保鮮膜包裹之後的雞蛋去擦面之後 雞蛋網上面同樣可以產生凸起的小點 那麼這些細點 是不是真的人體的濕氣造成的呢? 其實這個實驗 有人也同樣做過 就是本身沒有濕氣的話 也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種小點點是人體的濕氣呢 這樣說法是不是太科學的 而且我們中醫也沒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原來這個不是濕氣來的 只不過是雞蛋在擦的時候 而產生的麥理方面的變化 那麼既然有網友表示 用雞蛋去除濕氣 這種方法又可不可行的呢? 我覺得這種行為不是太好 因為我們去吃吧 中醫是講究那個從內而外的 就是說我們內調 我們可以適當的用點中藥 煎皮去吃啊 或者是這樣 或者是一些食物啊 這樣來調理 從而令那個濕氣排出 由此可見 煮雞蛋去濕氣這種方法是不可靠的 那麼既然這麼多人都提到去濕氣了 有什麼是濕氣 跟我們人體有什麼危害呢? 中醫有六種血氣 風寒暑溪照火 其中濕氣是一種我們說的一種外邪吧 濕氣重了 讓我們整個人覺得很困倦 如果是局部的 譬如說那個濕氣 在我們的腳裡面 就很容易引起那個腳痛啊 或者是腳沒膩啊 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濕氣在頭部呢 會引起那個頭暈啊 頭痛啊這樣一個情況 如果是濕氣在我們的腹部 就是說我們的中膠 它會引起那個腹脹啊 腹痛啊 或者是吃東西沒胃口啊 尤其是我們廣東地區 空氣本來就比較濕 那麼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怎麼去濕氣呢? 首先我們飲食方面 一定要注意不要吃一些肥的東西啊 還有一些生冷啊 寒涼的東西啊這樣 因為這些寒涼啊 生冷的東西損害了我們消化系統 另外一個就是說 好像廣州這方面的鼠濕啊 潮濕啊 這樣的一個天氣那時候呢 就可以適當的包點 健體去世的湯啊 來去取人體內在的食器啊 還有一個適當的運動啊 將人體的氧氣啊 能夠調動起來 可以去達到那個去世的效果 所以在平日的生活當中 我們要合理善食 不要吃過於油膩或者過於生冷的食物 而且還可以煲一下湯 從而達到去除濕氣的作用 好了今期生活調查團 就和大家調查了 關於雞蛋的那些事 分別是哪些事呢? 第一就是人造雞蛋 這個只不過是有些人 騙取學費賺快錢一些桌頭而已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第二樣就是說 功能性飲滾街這個雞蛋 是不是真的可以補腎呢? 還有煮熟了的雞蛋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去除濕氣呢? 經過的調查 這些只不過是網絡的傳言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但是大家要相信的就是有一點 就是大家在這個市面上面 一定要買些新鮮的雞蛋 回去保存好 這樣吃了才是健康的 當然啦 今期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不過最後提醒大家 記得參加我們的有獎警察環之 我們同樣時間下期再見 拜拜